大家好 我是小李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當初上帝創造世間萬物時 沒有讓人類主宰這個地球 而是製作了兩隻機器人來管理這個世界 那如今的世界會有多大的不同呢? 而當機器人的科技發展迅速 導致勞動力不足時 反而讓人類去從事高風險或是乏味的工作 這樣人類能夠接受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多拉A夢眾多機器人題材的劇場版當中 我最喜歡的一部 也就是上映於1986年的劇場版 《多拉A夢大雄與鐵人兵團》 故事一開始 在大雄居住的城鎮中 傳來機器人蠻困的腳步聲 重重的踏破了小鎮的寧靜 原來這是一隻由小夫的阿吉堂哥 所製作的遙控機器人密可羅斯 阿吉表哥有多厲害 這隻機器人蕴含了多少突破性的技術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也和大家分享過 大家有空一定要去瞭解這一位 在多拉A夢的故事當中 最接近神的男人 等男人 阿吉 雖然小夫不斷看大雄炫耀 這隻機器人有多了不起 但對於家中有一隻 22世紀超高級機器人的大雄來說 根本不屑一顧 而小夫持續咄咄逼人 終於讓大雄說出 這種玩具機器人有什麼了不起 我要做一隻更大的 能夠載人的機器人 就這樣 大雄順利的回家請求多拉A夢的幫忙 多拉A夢也告訴大雄 這麼大的機器人是相當昂貴的 再者家中有沒有可以擺放的地方 雙方僵持不下 不歡而散 多拉A夢決定到北極讓自己冷靜一下 而大雄跪在任意門前 大喊著 多拉A夢 為故事揭開序章 這樣喊著多拉A夢進入主題曲的風格 也是從這部劇場版開始的 後來才衍生出 胖虎小夫喊著多拉A夢 或是多拉A夢喊著大雄的版本 耐不住性質的大雄決定打開任意門 尋找多拉A夢 沒想到門的另一頭 是年平均氣溫零下20度的北極中心地帶 這邊我們也能看到 大雄的身體素質 可能強過於在座的各位 從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 大雄所在的日本正值8月 應該也有個30度 轉換到零下10度的北極後 加了個冷筍插上竹蜻蜓就能直接起飛 換作一般人 可能直接起飛到天堂了 飛著飛著 大雄終於看到疑似多拉A夢的藍原深野 但靠近一看 不對啊 怎麼小了這麼多 原來是一顆保齡球造型的未知機械體 除了會發亮 還會發出嗶嗶嗶嗶的響聲 起草無比 伴隨著不斷響著的保齡球 天空中出現了巨大的機械體 硬生生地落在冰層上 雖然不確定是什麼 但掉在路邊的東西沒有不減的道理 大雄就將神秘的零件 轟轟烈烈地搬了回家 而那顆保齡球也跟著滾了進去 伴隨著不斷作響的嗶嗶聲 另一塊零件再度墜落大雄的後院 就在這時 大雄請客之間思緒萬千 明白了這些是組裝機器人的零件 而這顆保齡球 則是呼叫零件的裝置 說真的還蠻厲害的 興奮的大雄認為 這一定是多拉A夢默默的付出 就回到房間 準備迎接多拉A夢的歸來 但由於在北極 遇上暴風雪又碰上北極熊 導致多拉A夢回來時如同冰棍一般 想必是冷靜了不少 舒緩以後 多拉A夢看到巨大的機械感到困惑不已 因為這根本不是他的道具 好奇的兩人來到後院 巨大的零件也不斷從空中掉落 為了不引起別人注意 兩人先將零件搬到房間組裝起來 沒想到 真的是一隻巨大的機器人頹部 由於在市區組裝起來 會造成鄰居的困擾 因此多拉A夢拿出鏡子世界油 透過這個油就能將被油滴到的水面 變成鏡子世界的入口 和能夠進入的鏡子這項道具 不同的地方在於 透過鏡子世界油創造出來的鏡子世界 即便內部發生任何變化 真實世界都不會受到影響 這似乎已經為接下來的故事 做出了精彩的預告了 接著多拉A夢再拿出室內吊池 製作了一個鏡子世界的入口 並將機器人的其他零件搬入進行組裝 由於鏡子的世界沒有其他人 可以讓大熊和多拉A夢盡進行的組裝機器人 就這樣 一台高達10米的巨大機器人就此完成 而多拉A夢也為機器人安裝了22世紀的遙控裝置 只要將遙控器握在手上 就能透過腦袋控制機器人 你還在手動遙控嗎 興奮的大熊急忙跑到空地 準備和鏡箱分享此事 這時小夫遙控的密可螺絲從空中飛行而過 將大熊壓制在地 大熊憤怒的說道 自己製作的機器人瞬間就能將密可螺絲擬斷 小夫便向大熊提出挑戰 晚上10點在空地舉行機器人對決 真是想不開 大熊還有一隻最強的機器人都還沒上場 接著大熊就帶著鏡箱來到沒有人的近視界 駕駛著機器人在空中飛行 湖中游泳 甚至在湖面上做起了日光浴 這時鏡箱認為 機器人躺在湖面上的樣子很像水踏 因此想為他命名為水踏 但大熊果斷拒絕了 真是的 世代活力比你浪漫多了 接著多啦夢提議 由於是在北極發現的機器人 因此就叫做 大熊就同意了 接著他們駕駛的機器人來到市區 藉由機器人前空翻 跳芭蕾 思考 做體操 竟是一些大材小用的雜事 多啦夢也提到 機器人在高速移動時 駕駛艙的重力場能維持不變 所以駕駛員才不會趕到暈眩 但這樣的技術 在地球上是還沒有的 也讓這台機器人的來歷更加沉迷 這時野心勃勃的進香 好奇的按了原先機器人上設置的按鈕 突然機器人的腹槍開啟 兩道冷烈的雷射光 筆直的射向前方的大樓 白米高的大樓硬身倒下 無費吹灰之力 轉眼間移微平地 原來這台機器人不是普通的模型玩具 而是一台寒光凛凛的攻擊武器 故事來到北極 一位穿著單寶的女子 行走在冰天雪地的路上 手上拿著疑似通訊設備的機器 這時一頭北極熊迎面而來 轉眼間就被女孩電暈了 嗯...物理傷了 女孩依照通訊設備接收到的訊號源 朝著地球的某處飛去 至少我們能夠猜測 這位女孩應該不是... 雖然摧毀的是禁止世界的建築 但對年輕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來說 心裡不免有種說不上來的恐懼感 就算現在的我 多少也會有一點不安 因此回到現實世界的哆啦A夢一行人 決定將這一台來路不明的北極老人 封印在鏡子的世界中 並將今天的事作為三人間的秘密 發誓永遠不告訴任何人 到了傍晚 準備接受大雄挑戰的胖虎與小夫已安復約 但卻遲遲不見大雄的身影 這時 遠方一位陌生的臉孔靠近 兩眼如同身不見底的水景 面無表情的接近兩人 並詢問到 這附近是否有一台高如大樓的機器人呢 但兩人紛紛都認為不可能有這樣的機器人 而神秘女子便轉頭離開了 但沒想到啊 數十年過去 巨大的機器人真的在日本實現了 而且不只是1比1的巨大 甚至還能夠活動 我想這也讓許多人 多年來如同止水的夢想 激起了浩大的波澜吧 午夜時分 沒得到和大雄決鬥機會的兩人 得到了雙方媽媽的痛罵 密可羅斯的動作水平真的不容小覷 而在學校後山 剛才的神秘女子正拿著隊長機回報著 所有機器人的零件 應該都跟著頭腦的訊號送到北極了 但目前全數失蹤 目前在這座城鎮接收到頭腦的訊號 會繼續留在此地觀察 看來大雄 真的撿了不得了的東西啊 所以說啊 路上的東西別亂撿 機器人和紅包都是 第二天 神秘女子借著電波訊號找到了大雄 看看大雄喜滋滋的模樣 還以為這個月又犯桃花了 路途中 神秘少女和大雄介紹自己的名字 利露露 回到大雄房間 利露露開頭就問 像大樓般的機器人在哪裡 大雄一開始吱吱吱的接不上話 但利露露一表現出困擾的樣子 大雄馬上說溜了嘴 利露露當場變臉 有夠可怕 在幾番逼問下 大雄決定帶利露露到鏡子世界去一趟 還發誓呢 來到鏡子世界後 大雄看到不需要逐蜻蜓就能飛行的人類 居然只說了 這什麼外國人啊真是 真不知道大雄是 見過的人太少了 還是太多了 大雄帶著利露露來到鏡子世界的市區 看到樹立在市中心的北丹老人 利露露卻以石狼來稱呼他 並好奇為什麼機器人無法自己行動 原來大雄一開始撿到的保齡球 就是機器人的頭腦 但由於不清楚用途 所以沒裝上 而是放在倉庫裡面 時不時嗶嗶叫著給媽媽拿來打 但大雄也毫不吝嗇的 分享了遙控器給利露露 並將室內吊詞也借他 還同意將今天發生的一切 視為兩人的秘密 什麼叫做不平等條約 雖然大雄的承諾 沒有什麼公信力就是了 而收穫滿滿的利露露 再度來到後山通信 內容說道 已經找到石狼 並且發現一個比北極還要大的世界 可以作為前置的基地 等於一切準備就緒後 請要求鐵人兵團的出動 故事演到這邊 所有的謎團都交織在一起 對露露究竟是誰 鐵人兵團又是什麼單位 大雄隱藏的秘密 到底會不會被發現呢 所有的衝突和問題 都會在後續的故事產生撞擊 並且一一解決 這也是早期劇場版的特色所在 我想也是這部劇場版 會受到這麼多人喜歡的原因吧 第二天 心裡有真的的大雄如同老狗 即便見到鏡像依然魂不守舍 而哆啦A夢這邊 也為了當胖夫和大雄之間的合適 免費將密可羅斯無痛升級 不只有自己的意識 心智年齡也變得和小夫一樣 阿吉堂哥知道了一定會很開心的 把他解剖 但剛升級不久的密可羅斯 馬上就被大雄的冷笑話燒壞了頭腦 看來幽默程度也是AI發展 需要顧慮的環節啊 到了夜晚 不知是在思念北旦老人 還是綠綠綠綠的大雄 看到一抹抹寒光射入學校的後山 流星般的光芒在夜空中顯得格外耀眼 大雄便乘著好奇心飛往後山 想不到來到後山 居然看到熟悉的室內吊池鋪在荒野之中 而那一道道的白光 正是向著吊池內奔去 但這樣的光芒 怎麼會比大雄的主角光環耀眼呢 大雄二話不說 就鑽進池中一探就見 想不到 那一顆顆如同流星的光芒 竟是一塊塊的機械零件 不僅如此 在這鏡子世界 甚至有機器人前來搬運零件 煞時間摸不著頭緒的大雄 突然聽見後方草叢的串動聲 多拉愛夢隨即現身 原來多拉愛夢早就注意到大雄的異樣 懷疑大雄定是有事情瞞著他 便在夜裡尾隨大雄來到後山 大雄也只好將事情一五一喜的告訴多拉愛夢 了解情形的多拉愛夢心情調適得極快 馬上前往機器人移動的方向 而這時眼前的畫面讓兩人嚇得不輕 眼看原本的城市高樓都被移為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科技的機器人要塞 除了在製作重工業的機械外 要塞內裡裡外外詮釋機器人的身影 而不遠處 正在指揮眾多機器人的 正是操縱著北彈老人的利露露 為了聽清楚利露露向達的指令 多拉愛夢使用無線電話筒前去竊聽 膽聽的越多傷的越重 利露露說 聶卡達的軍隊正在前往地球 在地球設置機器人要塞 以便和人類戰爭做準備 最後還要執行捉捕人類的行動 也太高估人類了吧 這時利露露發現了大雄 並招募大雄成為機器人的內奸 但大雄果斷拒絕 救了鐵人兵團一命 逃跑之際 大量機器人追捕 完全不把多拉愛夢當成同類 多拉愛夢也挺身反抗 逼得利露露派出食狼追擊 千軍一法之際 兩人逃回現實世界 食狼硬是要穿越吊池 導致超空間的接點產生扭曲 進而引發次元爆炸 應該是次元大爆炸 再晚一步真的就全劇中了 但也因為剛才的爆炸 導致鏡子世界的入口遭到封印 也就是說 機器人只能被困在鏡子的世界 再也出不來了 故事還沒結束 第二天 忙著拯救地球的大雄和多拉愛夢 體力透支 大雄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醒來過 而在家睡覺的多拉愛夢 再度聽到熟悉的嗶嗶聲 原來是媽媽在 打保齡球 將保齡球帶回房間後 多拉愛夢將翻譯蒟蒻放在他身上 雙方終於能夠溝通了 保齡球告訴多拉愛夢 雖然力路路失去聯繫 但鐵人兵團已經等不及地球要塞的完成 正在全軍發動總攻擊向地球襲來 得知此事的大雄和多拉愛夢非常緊張 急忙向媽媽 警察局 電視台 聯合國 總理大臣報告機器人攻打地球一事 但沒有人相信 最後兩人決定 和胖虎曉夫報告此事 這個 聯繫的單位落差也太大了吧 結果兩人嚇得半死 不愧是大雄的好朋友 接著曉夫提議 將北丹老人的頭腦改造 讓他成為人類方的一員 與機器人作戰 而在多拉愛夢一番改造後 保齡球直接失去了說話功能 也好 煩惱皆因強出頭 是非只為多開口 接著大家決定 用浸箱洗澡的浴缸 再度變成浸子世界的入口 一群男生聚在一起 就這個水準 好像只有浸箱加有浴缸一樣 來到浸子世界後 街道上都是巡邏機器人 正在尋找浸子世界的出口 不久眾人來到後山 發現被次元鎮正倒的北丹老人 裝上改造後的腦袋 北丹老人順利成為人類方的一員 而且不需要遙控 能靠自己的意識行動 大家便坐進北丹老人的駕駛艙 藉由北丹老人將機器人藥塞摧毀 但奇怪的是 要塞中沒有其他的機器人 這時小夫發現了通訊大樓中 鐵人兵團的首領 正在試圖與利陸陸取得聯繫 首領下達命令 鐵人兵團將在明晚抵達地球 屆時需要利陸陸 安全地將兵團引導進入地球 而多哀夢的計劃是 先截斷元首與利陸陸的交流 到時候鐵人兵團抵達地球 一定會一團亂 屆時再做道理 這時在外巡邏的機器人全速回訪 眾人先展開了熱身賽 加上北丹老人的資源 可以說無往不利啊 欸對了 你不知道對決嗎?來啊 靜香這邊 終於到了下午的洗澡時光 畢竟一天要洗三次 時間可是非常緊湊 這時靜香發現 自己的洗澡水似乎被動了手腳 於是就順著直覺 隻身來到靜子世界 就說靜香膽大過人吧 路途中 遇見了剛才淘寶的密可羅斯 靜香的機器人員 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兩人來到後山 剛才停放北丹老人的地方 這時靜香發現 似乎有人被壓在樹下 挖開一看才發現 原來是一位女孩子 這是靜香第一次與麗露露見面 而這時麗露露手臂上的傷口 也解開了先前故事的謎團 麗露露之所以能電韻北極熊 憑空飛騎就是因為 他也是機器人 而被靜香看到秘密的麗露露 也打算殺人滅口 壓在靜香身上掐住他的脖子 嗨 這在業界算是一種獎勵吧 這時密可羅斯一招飛踢剪走尾刀 麗露露當場昏迷 而靜香也決定 將他搬回家好好治療 回到家後 樓下傳來稀稀疏疏的雜音 靜香下樓一看 想不到是機器人的爪牙已經找上門 眼看四周無人 靜香八成會使出隱藏已久的神秘大絕招 但千鈞一髮之際 一枚空氣炮將機器人擊退 大雄回來了 兩人在淒美的背景下相擁而起 太浪漫了 他不嫁 我嫁 痾... 算了 這時其他人也前來會合 討論著麗露露接下來的打算 最後哆來夢決定對麗露露進行治療 進而打聽鐵人兵團的消息 治療工作由靜香執行 其他人則負責準備晚餐 買晚餐的這個橋段 是我小時候非常嚮往的畫面 即便長大後還是想體驗一下 在空無藝人的超市 任意的拿東西 想喝什麼 想吃什麼都可以 這樣的情形 一種是出現在鏡子世界 另一種就是殭屍末日 這樣精準的呈現了孩子們的嚮往 是作者藤子F伯樂熊 非常厲害的地方 明明明明天就有可能是地球的末日了 但今晚的快樂還是不能被影響 另一邊 經過靜香細心的照顧 麗露露總算恢復意識了 而從這裡開始 原本身為侵略地球的先鋒 凡事講求理性的冰冷及氣人麗露露 開始對人類的行為產生不解與好奇 究竟為什麼要幫助自己的敵人呢 但還來不及得到答案 靜香就被邀請去參加烤肉派對 這樣隨便的在市區生活烤肉 不是中秋節還真的不敢啊 這邊小夫展現了蠻會烤肉的隱藏技能 到了午夜 哆啦A夢也趕緊明夜思考 對付鐵人冰團的下一步該如何走 而靜香這一邊 也準備和麗露露展開激烈的辯論對決 但靜香曾經和亞特蘭提斯的 最強AI波塞頓辯論過 還算有經驗 麗露露說 再過不久 涅卡達的冰團就會來佔領地球 將人類作為奴隸 但靜香認為這樣的行為太過分了 機器人是為了服務人類而製造出來的東西 這時麗露露開始講述涅卡達星球的歷史 也是這一部劇場版 發人省思的重要橋段 在三萬年前 上帝來到涅卡達星球 由於人類世界的發展讓上帝失望 於是他決定在另一顆星球製作機器人 阿姆與伊布 並且希望機器人可以藉由無私 理性的狀態 創造出如同天國一般的社會 起初的發展 的確如同上帝的旨意 但隨著機器人人口越來越多 階級制度開始誕生 擁有較多財富的機器人成為貴族 出生在平凡工廠的機器人成為奴隸 統治與被統治的概念也出現 但隨著平等思想的進步 奴隸制度被廢止了 但為了彌補機器人世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決定將人類作為機器人世界的奴隸 利露露甚至說 機器人就是神的子彌 是最優秀的存在 整個宇宙都是為了機器人而生的 是不是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愚蠢 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人類世界不也是這樣認為的嗎 機器人的發展終究布上人類的後塵 提出這個想法的進香當場讓利露露失去理智 動手攻擊後結束這回合 進香戰績 兩戰兩勝 第二天一早 思考了整晚的奴隸夢終於想到對策 他們決定將先前游泳的湖泊變成鏡子世界的入口 藉由北戴老人的頭腦發出集合信號 將鐵人兵團全數騙到鏡子世界 如此一來 造成的傷害對真實世界就不會有影響 而要如何對付身世浩大的鐵人兵團呢 奴隸夢自由打算 餘必大家開始分頭行動 胖夫二人負責剷除市區剩餘的機器人 大雄哆啦A夢 負責將如鏡面般清澈的湖泊變成鏡子世界的入口 並讓北戴老人發出集合信號 嚴正以待 進香則負責將機械安眠藥給利露露服用 讓他進入休眠狀態 不能與鐵人兵團取得聯繫 這邊利露露依然對人類幫助敵人的行為感到不解 但進香表示 有時候會做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這就是人類 眼看利露露服藥以後 已然睡著 竟想便離開了 留下表情陰森詭訣的利露露將咬吐咬的恐怖畫面 到了夜晚 在湖邊守諸待兔的大雄 因為不確定鐵人兵團是否中圈套而忐忑不安 這時 湖面上亮起點點星光 顫抖的涟漪中 彷彿也看到了湖泊的恐懼 心點漸漸擴大 以至於照亮了整片湖泊 哆啦A夢聯盟將北彈老人縮小 和大雄一起躲在樹叢當中 這時 發光的湖面竄起數以百計的鋼鐵神軀 讓一旁的兩人目瞪口呆 而如此龐大的陣容 正是從涅卡達前來侵略地球的 鐵人兵團 機器人首領下令 先對人類的主要都市圈發動攻擊 以武力震折人類 再展開人類抓捕行動 就這樣 數以千計的鐵人兵團 覆蓋了東京的夜空 一聲令下 百炮起發 專業間 東京便陷入火海 但在爆破煙城中 卻也串出雷射光回擊機器人 打得越兇回擊得越厲害 當晚爆炸擊雷射光 照亮了整座東京市 而哆啦A夢一行人則安穩地躲在郊區 用電視看著戰爭的爆發 而回擊鐵人兵團的 正是先前哆啦A夢在市區設下的圈套 改良版回深山 能將一切攻擊全速反彈 製造鏡子世界似乎有人類在反擊的假象 在一切看似順利的狀況下 鏡像才告訴大家 利盧盧已經逃跑了 如果讓他和兵團首領搭上線 就會得知這裡是鏡子世界 那就麻煩了 於是到了清晨 大家便開始分頭尋找利盧盧的蹤跡 經過了整晚的攻擊 首領見識到人類反擊的實力 但奇怪的是 一位人類都沒見到 所以首領決定 將三分之二的兵力派出地球各地 對各國的主要城市發動無差別攻擊 而大雄也在斷圓殘壁的街道上 看見了利盧盧的蹤影 利盧盧正在前往首領的所在處 這時大雄拔出手槍 要求利盧盧停止行動 否則就要開槍 但欣然的大雄又怎麼下的了手呢 於是馬上也被利盧盧電營了 身心都是 其實在這一段戲 已經可以看到利盧盧心態的轉變了 當大雄拿出槍威脅利盧盧時 他是很希望大雄能開槍的 因為這是阻止他唯一的辦法 畢竟自己是機器人 無法違背指令做事 他被設下的指令就是 回報地球狀況 而大雄如果沒受點傷 就讓利盧盧離開 想必會被大家責怪 因此利盧盧只好選擇將他擠婚 雖然回報是利盧盧的義務 但回報的內容卻是他的選擇 利盧盧大膽的反應 人類不該成為機器人的奴隸 因為人類的情感 比機器人來的複雜 真正天國般的世界 不該是局限於某一種物種的天國 而是要對宇宙萬物來說 都是幸福的天國 此刻利盧盧無私的思考 應該已經超越了大多數人類了 而對首領來說 這樣的腦迴盧思考 就屬於叛變的行為 因此將他抓起 但沒多久又被拯救了 七情七重 但利盧盧也說 雖然他認為將人類作為奴隸是不對的 但自己又怎麼能背叛聶卡達星球呢 在種種複雜的心情交織下 利盧盧被自己困住了 因此也希望大家關注自己 好讓機器人的程序 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與此同時 飛往世界各地展開攻擊的鐵人兵團 依然一無所獲 摸不著頭緒的首領來到宇宙 不解的看著地球 這時 他驚覺眼前的地球 和曾在聶卡達觀察的完全不一樣 這才明白 原來一開始 來到地球後跳進了湖泊 也就進入了地球人設下的假世界陷阱 首領調兵潛將 把所有軍團召回湖泊 準備回到現實世界和人類展開對決 要是知道地球人有這樣的技術 是我絕對不敢打 但機器人就是不一樣 而這出乎意料的發展 也讓大雄一行人手足無措 之後來到湖邊設置躲避洞穴 回身山 手拿空氣炮 修客槍 披上反射披風 準備和機器人來一場 誓死無虧的戰鬥 第一波的攻擊 在神射手大雄及北彈老人的幫助下 人類方完全戰勝機器人大決 但鐵人兵團正在集結散落世界的兵力 準備做最後的總攻擊 到了深夜 守在湖邊的四人準備迎接鐵人兵團的完全部隊 和稍早那一場戰役完全不同量級 大量的鐵人兵團如同野火壓盡 即便四人全力反擊 但八拳不敵三萬掌 人類方落陸下風 岌岌可危 這邊不得不讚嘆哆啦A夢的情操 身為機器人的一份子 眼看機器人就要征服人類了 卻還是選擇與人類並肩作戰 而再加守著利路路的鏡香和密可羅斯 眼看人類陣營快要吃下敗仗 便想出了一套絕妙戰術 他們決定先回到現實世界 再搭乘時光機回到三萬年前的涅卡達 去見見當初製作阿姆與伊布的上帝 藉此改變歷史 就能改變鐵人兵團攻擊人類的未來 這邊的鏡香也是讓人細思極恐 這應該是鏡香第一次操作時光機 但相比卓阿姆 只要回到太久之前或是太遙遠的地方 總是會讓時光機失靈 但鏡香居然能優雅的回到三萬年前 不知道距離多少光年外的涅卡達星球 實在令人佩服 來到了涅卡達 鏡香也明白 其實創造機器人的根本不是上帝 而是一位對人類世界感到絕望的未來科學家 結果不出鏡香所料 利露露口中的上帝 其實是一位穿著如天行者般的長者 得知自己創造的機器人 將在三萬年後摧毀人類感到非常震驚 於是便著手改良機器人的進化方向 如此一來 邪惡的鐵人兵團便不會膽生 這也說明利露露即將消失 突然科學家長者 由於體力不值無法再繼續操作機器了 但這時利露露坐上了工作台 她決定由自己 親自終結鐵人兵團 並且讓聶卡達成為理想中的天國 換言之 利露露打算犧牲自己 讓人類的命運得以延續 人類不屈不勞的精神 為人著想的精神 在這些日子 一點一滴的影響著她 由於歷史被修改 鐵人兵團身上竄出閃閃金光 一陣迷滴恍乎下 全數消失在歷史之中 而這時的利露露 因為身為兵團的一員 也被一抹白光包覆著準備消失 雖然無法成為人類意義上的天使 但卻完成了身為天使會做的事 最後在與靜香做了最後的道別後 利露露消失了 隨著晨曦的到來 這一場機器人大戰人類的作戰 再度由人類防省出了 回到日常生活後 大雄似乎又看見了利露露的身影 並且和大家分享 利露露在空中飛舞的樣子 就像一位天使 也許經過改造後的涅卡達 真的成為了一片 萬物皆能感受到幸福的天國了吧 這部劇場版 可以說是眾多機器人題材的故事中 我最喜歡的一部 因為在劇情中 並沒有明確的善惡對立 機器人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抓人類來為自己服務 對他們而言合情合理 而且這樣的想法和行為 不就和有些人類一模一樣嗎 雙方因為立場不同 進行了思想與武力的衝突 故事一開始 竟相無私的拯救了利露露的行為 也間接影響了後來的利露露 為了拯救人類 無私的犧牲了自己 我想那一刻 利露露不只成為人類 也成為天使了吧 有時候 就是會做出一些 連自己也無法理解的事情 這就是人類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也要喜歡你們自己 快樂的樣子 晚安